- 天好想要,天天都想要- 要吃喝玩樂- 要打掛名物- 要社會新聞- 要解決問題- 劉俊耀下午2點- 非要不可- - 好,歡迎來到NEWS98電台- 九八新聞台- 要收集的不是非要不可- 那也非要不可的- 劉俊耀受藥藥- 禮拜一對陣下咬- 咱們現在是黃帥山- 黃大律師- 黃大律師,你好- 郭哥好,各位聽眾大家午安- 不要難過- 不會,中華隊加油- 是,0比14輸給古巴- 結果呢,我看到網友很苦手- 就把014- 就貼上014的照片- 好像這次都是014害的- 不要這樣無限上綱 - 平時這次在日本的比賽我覺得真的很感人- 不管是我們的球員- 是- 我們的球迷- 甚至日本的球迷- 其實都打出了一場很好的比賽- 黃真志你看- 把他來幫我們鼓勵一下- 我還想到人家全部是職棒耶- 我們的職棒球員其實- 我們當然環境差很多- 不過打成這樣真的聽得懂得起了- 不過我可以先預告一下- 明天天瑞圖會來跟我們講一些- 棒型裡面的黑幕 - 我已經電話跟他聯絡過了- 他說哎呀真的是- 他們棒鞋早就該檢討了- 這個東西我們明天再來談- 這是另外一回事情- 那今天當然這個- 法律的東西啦- 要跟珊珊聊很多- 這前不久收集到不少的案例- 包括最近才剛剛發生的- 這個可能大家的- 生命財產比較密切觀念- 我們先來談這個事情- 什麼事呢- 就是警察去抓- 搶 - 還不能說強盜- 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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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說要犯- 它不是公告的- 槍擊的嫌犯- 結果呢- 到超商裡面- 正在搶超商- 他有正在搶嗎- 他沒有在搶- 沒有在搶嘛- 他在- 知道他到底面去- 然後去超商裡面- 圍捕他- 要去攻劍- 對 就把他制服- 結果在制服的過程裡面- 超商很多東西嘛- 有衛生紙啦- 有海苔啦- 有什麼- 拚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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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那個嫌犯一百九十公分啦- 看起來是空有一點- 喝幾個人去追捕他- 而且有兩把短槍一把長槍- 身懷槍線- 對 勇槍自重的人- 結果在過程裡面- 當然要終於把他制服了- 啊現在- 抓到人要跑了對不對- 等一下- 你給我弄這什麼東西- 有衛生紙- 有海苔- 有什麼禮盒- 來 抱歉- 你要買單- 警察竟然掏了兩千多塊錢- 買單之後呢- 左手抓著嫌犯- 右手抓著嫌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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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左手抓著嫌犯- 走出超商- 還拿回警察去拍給大家拍照- 對- 這個畫面讓我覺得- 我說實在喔- 司法新聞警政新聞跑二十幾年-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畫面- 很少見- 第一次看到的畫面- 那今天這個問題就來了- 當然我們會責怪- 很多人就責怪超商啦- 怎麼沒有那個- 但是我覺得- 要先把他法律- 超商來說他當然也是受害者- 對- 法律的東西我們要先把他釐清楚- 到底權利跟義務- 到底權利跟義務 - 該誰付- 因為這就牽涉到什麼呢- 牽涉到消防人員- 公務人員- 對- 只要是這些執行公務的人呢- 他只要去破壞比方說- 要被砲灰- 砲灰結果呢- 欸- 要從隔壁- 才能夠進去救你- 那我到底要不要- 把隔壁的房子給拆了- 對- 窗戶給拆了- 打個洞- 甚至噴水噴到你們家- 你們家剛好開棉被行- 對- 棉被行- 最容易著火了- 一著火給你燒掉了- 那你到底是要被水消失呢- 對- 還是要被燒掉了- 對- 這個東西- 拿捏在哪裡 - 甚至在國外他會直接燒掉其中一間房子- 就讓這個火斷掉- 就變成防火- 防火間隔- 所以就變成是要破壞掉隔壁- 否則整排可能就完蛋了- 就只好把它整個- 就類似這樣子- 破壞對不對- 好 今天先把這個- 來跟大家談一談- 其他的我待會再來說- 包括有一些酒駕直接加重心情- 那是法官聽到山山的廣播- 馬上就修改了- 還有那個微波把那個貓弄受傷的 - 弄死的那一個- 也判刑囉- 這都是很多的觀念的改變- 很新的法規- 蠻好的- 待會大家聊- 先來聊這個- 先把民眾的權力跟義務跟大家講一下- 到底他們在執行公務的時候- 像這樣子超商去要求他要賠- 這樣是對還是錯- 其實我們民眾跟一般的人- 其實也會碰到類似的狀況- 就是看到一些很緊急的事情- 比如說某個車子- 一定已經要- 轉過來要撞到你了- 那我可能沒辦法- 我就只好- 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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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 - 把你的水果灘往前推- 跑跑跑救你了- 啊你的水果灘全部砸爛- 類似這樣- 要陪我水果- 到底要不要陪你- 全部買回去- 我要避免那個可能的危難- 其實念法律的有趣的地方就在這裡- 其實這些都有規定- 都有規定- 就類似說- 我們在民法上面- 就是我們一般損害別人的東西- 要付損害賠償責任- 那還有幾個例外- 第一個叫做正當防衛- 大家常聽到- 正當防衛- 正當防衛- 大家常聽到- 正當防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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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好- - 另外一個叫緊急避難- 就是正當防衛- 我是正當的- 你是不法侵害我- 所以你打我- 我可能某個程度防衛的話- 造成- 你就看我有拿刀- 你就把我的手打斷- 讓我不能再拿刀- 那就是正當防衛- 正當的- 不正當的- 叫正當防衛- 因為你是不正當的- 但是一樣不能超過必要的界限- 不能人家已經投降了- 你還繼續往前打- 那個可能就會過當- 過當- 就是防衛- 防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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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衛 - 防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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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一種是- 正當的- 對正當的- 我對一些正當的行為- 但是我為了避免- 某些的緊急災難- 但是我為了避免- 某些的緊急災難- 可能也要做一些處理- 那這個也可以- 減免- 你的賠償責任- 就是要緊急避難- 就叫緊急避難- 正 碰到你的水果灘 類似這種也是一種緊急避難 某個程度可以減免你的損害賠償責任 但是唯一這個 這個警察有點像緊急避難的意思 好像說我在抓人 這個人的危害可能是更大的 身上有槍耶 那我甚至 我也不是故意弄壞你的 所以是不是有這個緊急避難的適用 那正常來講 緊急避難是用在非 就一般人民 他非有勤務的人 有義務的這些人 像警察 這個動作 他當然是正當行使公務 他是執行職務 那執行職務造成人民損害 其實是回到國家賠償罰 所以正常你看那個我們看電影有沒有 那個成龍到警察 每天把車子全部砸爛 他的長官就會拍桌子說你看我 只要你一出動 我們就得負擔那個什麼 房子被燒車子被撞 誰又被砸 誰又是受效槍傷 都要醫藥費 都要我們賠 對 那是什麼 國家賠償 這是真的喔 這是真的 電影也有真的 是啊 你看那個布魯斯威利 演那個中級警察也是啊 對對對他也是 他也是 飛機爆炸什麼東西 對然後長官就會臉都綠了 或者是你再 我不再讓你出勤了 因為你一出勤的話 我可能捕殺帽都不保 對 所以他其實這個警察如果執行職務 造成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傷的話 其實是回到國家賠償 那國家賠償的情況是 因為我們公務員有幾個 第一有沒有過失嘛 對 因注意能注意又不注意 第二個就是說我們是不是有一些缺失 如果都沒有是無過失的話 連國賠的責任可能也沒有 所以這個案例如果很有趣 因為警察是自己逃了腰包 照理講這個應該是警政署要發獎金 讓他把他取消掉的 對啊 我覺得是這樣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警察好委屈喔 就比較少見啦 他自己掏腰包花2433塊錢 我們現在警察很可憐啊 不是自己那種沒錢的人 去借車票他都自己掏腰包 是啊 對啊 而且我們沒有給他們很多類似這種 算是靈活性的資金可以運用 都是警察掏腰包 而且警察掏了腰包 這個數字還很奇怪的 二死三三 二千四百三十三 他是買衛生紙啊 還有那個什麼罐頭啊 海苔禮盒啦 衛生紙啊 還有面紙啊 因為什麼他被壓壞了 沒有賣相了嘛 所以他錢裡全部都買回去 超商的立場是認為說 在我這邊弄壞我的東西 那的確是因為 那當然正常的商家可能就算了 誰就說要當成幫忙 對 他是很堅持 因為很簡單啊 店長要自己付啊 或者店員要自己付 對 那他們都是可能都是打工的 打工的老闆也不會同意 那他們當然是追著你要 正常來講應該是警察機關要幫警察處理這些事情 好所以說這個事情呢 超商他去要我們不要太苛責他 因為他去 去希望能夠 獲得賠償那是應該的 對 那是他的權利 好啦 那警察去抓這個 這個槍擊 槍擊的嫌犯呢 是他的義務 但是呢 他也不需要去承擔 個人應該是不用承擔的 不用去承擔那個在抓的過程裡面呢 比方說以前抓 還有榴彈會開槍的話 榴彈去傷到路人 難道你也要警察掏腰包嗎 不可能嗎 那就是國家賠償 所以這一類的呢 都是屬於國家賠償的一個範疇 所以 警察也沒有錯 商家也沒有錯 告訴你們權利 你們自己要去爭取 但是 一般的權利要怎麼爭取呢 那個警察 比方說他現在已經買單了嘛 已經買回去了嘛 那就跟那個店家已經沒有關係了 對 那這警察會怎麼做 打報告跟長官說 這個是什麼原因造成 那因為金額就是這樣 那我們已經付了 看有沒有辦法爭取到 國家賠償嘛 賠他兩千四百三十三塊 然後這個東西再來拍賣 國家賠償比較特別的是 國家賠償的 賠償對象是那個商家 所以你警察可能打報告的話 最後還是要那個商家去 提出國家賠償申請 所以就是很煩啦 所以先去退貨 大家就自己拋藥包就算了啦 就是因為很煩 沒有啦 因為兩千四百塊 大家覺得就算了 是不是大錢 但是 如果是兩千四百三十三萬 假設今天這個是什麼 很大的 什麼黃金 或者什麼古董 對 那打破了 難道警察要賠嗎 對啊 剛好這個 這個比方說這個槍擊 古董店 對 一個花瓶 對 到故宮博物院裡面 他剛好在看 結果呢 警察去制服他開槍 瓶瓶瓶瓶瓶瓶 打了 哇塞 所以先這個案例就知道說 在故宮博物院 千萬不要去攻劍 不要去抓人 好不好 等他出來 如果到了經過營樓 或者經過的古董店 你千萬不能碰 對啊 萬一破掉 慘了 如果照這個 照這個理由狀況的話 我覺得台灣我們比較沒有這個觀念 對 在國外他其實是有 植物上的一些保証 他們甚至連醫生都有責任險 如果今天造成的 對對對 執行業務造成的 因為你是高危險 對 高風險的嘛 所以他有一些 用保險去cover你的賠償責任 像國外他的醫生 為什麼他們做起來會比較舒服 因為他繳保費 那萬一發生醫療糾紛 就是保險公司 如果你有責任 你不用請家當產 對 保險公司會cover掉你的那個賠償責 這很好啊 這種應該我覺得 他們甚至律師都有 台灣因為我們經濟規模太小 是 沒有保險公司願意承諾 就是你的量 base不夠大 嗯嗯嗯嗯嗯 我們也沒有什麼律師責任險 然後國外也是啊 律師要賠的話 欸你請家當產可能也賠不完 真的 你看 賞握的四年家那種 身家啊 幾十億啊 你也賠不完 你看那個之前理律 還有他夠大 還有他夠大 那個劉韋傑對不對 30億 他們的負責人也是 幾乎請家當產啊 對啊而且他非常勇敢的去面對 而且去跟人家協商 來我怎麼還你錢 對 欸 30億耶 30億你說 對一個律師事務所來講 絕對重傷 這輩子賺的錢都不夠 是啊 他們還要分期後面多少年 好 那我現在這個問題 我再問深一點點的 嗯 如果這個棉被店 火災 對 他當然水要去打火嘛 那燒掉那個當然 應該沒有國家賠償的問題 嗯 隔壁 嗯 棉被店開好幾家 每一家都是棉被店 那他 要經過一定要去打火嘛 那水一定會去噴賤到他 那隔壁的這個他可以申請國家賠償嗎 這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一定要最後假設他去申請國賠 對 那一定是要去確認說公務員是不是有over他該做的地方 就是超過那個必要的界限 是 如果明明就不需要碰到 那你會碰到 去商道 當然還是有國賠的問題 是 那如果你是因為執行公務的必要的限度範圍內 對 他就應該沒有所謂的國家賠償的問題 那一定要去商道啊 如果說一定要去商道 就是 因為他不可能先把那個 就是還是要看那個必要性啊 那個過程 嗯 根本不在那個附近 嗯 對 那當然當然 那消防隊不能說 趕快先做防水 快點 防水燒起來 困難的地方在有時候是什麼二樓燒 燒到四樓對不對 那其實後面的賠償問題都非常複雜 因為最後一定要先確定是誰 對 誰負主要的責任 然後樓上樓下一起告他 從哪邊 對 然後你說消防局消防人員造成的損害 到底是在那個火災裡面的哪一個環節增加了他的損害 那其實都很困難 我把東西踩破了 房子屋頂踩空踩破了 這電影上也長得演 房屋我給你鐵門剪破了 對 那我要不要還你一個鐵門 這也是一個問題 是 對啊 是 其實 為了救人的部分 基本上其實是不用付的 OK 否則那消防員就不完啊 常常去撿人家鎖有沒有 對 對啊 常去拒人家的鐵門 好 那如果說是不勝意外的 像表演講的榴彈 或者公務單位呢 他在敲敲打打 在執行拆除 幹嘛 噴箭出來的石頭 弄壞了別人 石頭掉到隔壁那邊 砸到別人 從空而這樣砸到人家砸破頭了 那這個 這個就有過失 這個就是國賠 這就要國賠了 對 但他還是執行公務的行為的時候造成的 是 對 好 OK 好 國賠的原因就是 因為 他是為了國家執行公務 對 而因為這樣有過失 是 那國家來負賠償責任 OK 然後國家因為他個人過失 在對他個人來做追討 嗯 有些 你看國賠有很多案子 很少跟公務員追討 對 幾乎沒有 是 除了那個江國慶先生有在跟 陳彥敏 賠意多年 跟陳彥敏他們追討之外 是陳彥敏嗎 陳彥敏 陳彥敏 陳彥敏是另外一個警察的 警官 陳彥敏 所以只有 你看很少 國賠完畢 還去跟公務員追討 對 就是要看說 如果你是執行職務必要 然後這個必要就是國家應該要承擔的 嗯 對 之前不是有對三個司法官 兩個法官一個檢察官 各賠 各求償30萬 對 對不對 那其中一個司法官就已經繳了 嗯 那就是說因為你之前的一個為失 讓人家冤獄 冤獄 冤獄人家國家先陪 但是國家跟你追討 你當初你不應該這樣子 你的責任是多少 你要把關嘛 你看都沒看 你就直接給人家關起來 很多 很多 那這些好 但是就是你要讓這些公務員好好的執勤 嗯 所以你還是要給他一些保障 是 不然的話 不然消防員誰敢去撿你家鐵門 對 或者怎麼樣 就是說 他會讓他覺得綁手綁腳 像這樣這個警察這樣子 他明明 我跟你講 他們會去判斷警察去抓小偷的時候 你要注意喔 不是說腳都追 所有的壞人啊 警察去抓壞人的時候 他會研判哪一個時候是下手最好的時間點 就像顧問博運 他進到這個店裡 對 在顧問博運裡面 他千萬不要動 因為出來了 到哪個地方 所以他會判斷說 他的去逮捕這個嫌犯的時機點 哪一個時候最好 你看他的方法 那那個時候我想 警察也不會想要故意去弄壞你的面子 是啊 他絕對不會是這樣 他如果能夠乖乖的抓到 是不是 我幹嘛要去花兩千多塊 對 還有兩千多塊面子很多耶 哈哈哈哈 你看那個桌上擺滿了 以前 我跟你講喔 以前真的很好笑 以前我們看到桌上的嫌犯 都是擺到他的刀屑 然後張款 就政務嘛 政務就擺在那邊 讓我們拍照 這不是 擺滿了一桌的面子 海苔 哎呦 看得很心酸 又覺得又 又好笑 你又覺得說 表示什麼呢 現在的民眾呢 他們的這個權力觀念越來越強 他知道說 這個 店員還會跟他說 等一下 不要走 你們都心亂外了 你們要買單 這個以前沒有人敢講 因為超商 店員是要盤點的 手機少了 少了一塊錢 他自己都要賠的 所以他們當然 一個小時打工才幾塊錢 對啊 如果給這個 我一天兩天的薪水都沒了 所以我們絕對不會去 我們也不苛責這種 這種超商的女店員 因為他也是辛苦在賺十幾年 而且就是說 這個應該說政府部門 或者是警察機關 其實應該有類似這樣的 預算也好 或者說緊急準備的錢 否則警察以後誰敢抓人啊 就是 好不好 像成龍電影的長官一樣 對對對 都賠了 然後一直罵他 所以那是真的 那個是真的 電影拍的是真的 原則說 真的喔 是可以這樣子 這樣子去要求國賠嗎 好 那準備要進廣告呢 廣告回來呢 我們要跟大家聊一聊 這個 用微波 微波爐有沒有 去把那個貓弄死的那個 那個當然啦 媒體給他下一個人魔啦 用到人魔 這樣子這麼重的字眼 但是呢 檢方呢 至少求除了呢 重刑 其實這重刑呢 只不過一年啦 但是對於這個罪責來講呢 一年算重了 那這個觀念的一個改變呢 我覺得很棒 那我們先進廣告 廣告之後呢 我們也來開放call in 聽聽聽眾朋友呢 對於這些事情呢 還有什麼法律問題 也給我請教姍姍 進廣告 好 歡迎九八新聞台 我去讀居要 社會妖妖妖 黃珊珊 黃大律師 在我們現場 珊珊妳好 來 我家有養貓 我是 愛貓族 愛貓一族 非常愛貓 那珊珊也喜歡以前養動物 養狗 養狗 那養貓養狗現在太多人 對啊 這個因為很多人現在 那個關係比較疏離 那所以能夠靠養一些寵物呢 來填補 空虛跟寂寞 受妖妖也是 其實應該是說 會多一個家庭成員 對 那個感情會比較好 那結果呢 之前我們都發生那個 虐貓的事情 那虐貓的事情 是非常殘忍 為什麼用人魔來稱呼這個人呢 這個人 他 把這個貓啊 室友的貓 把他呢 放進微波爐裡面 去給他 這個過程我實在 不忍心多講 因為講的 這個對他也沒有幫助 反正就用微波爐 把他弄死了 弄死了之後呢 好 欸 檢方現在把他起訴呢 竟然他是用 毀損還有違反 動物保護法 來求除他的這個重型 這個是我們之前 比較沒有看過的 所以這個呢 我就是很新的觀念 大概跟三安來講 那我們這一段呢 要開放call in 我們call in專心的 0283693398 你也可以用傳真的 0283692588 你如果有什麼法律問題 要請教三安呢 非常歡迎 但是我們要先講這個案子 那你們呢 現在可以call in進來 我們美麗的蛋餅小姐呢 可以幫你們先接聽起來 好不好 待會再一併來回答 回答大家 先請三安來講 這個之前 根本沒有人在 幾乎很少用 很少用嘛 現在竟然用這樣來求刑 那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其實動保法 我們已經修法 快十年了 但是真正你看 發生 用到動保法去處罰 或者是說刑責 對 的幾乎很少 因為我們長期以來 還是把以前 從民法開始立法的時候 就把動物當成財產 對 把它當成物 對 我們有生命 法律上有兩種嘛 一種是人 一個是物 物 不是人的就是物 對 人裡面分自然人法人 對 所以沒有一個東西是動物 那物裡面沒有分寵物 對 物裡面它叫動產 動產 動產 房子裡面 房子叫不動產 土地叫不動產 動物叫動產 動產 所以 對 因為它是就是動產 所以它本身 我們對它的 基本的認知 它就是一個 有財產價值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把別人的 貓啊狗啊 弄死了 對 民事上有賠償請求權 是 大家可能賠償 賠償那個動物的價值 對 那是毀損 其實最大的不是動物那個價值 是那個人跟動物的感情 對 依存的那種依賴 對 就像你賠一個花瓶 是你爺爺送你的 對 那你這個花瓶被人家打破了 對 你只能賠這個花瓶的價值 不能賠你爺爺送你的那個紀念 對 一樣的意思 就是它就是一個動產 是 所以長期以來我們 對動物的保護 我們雖然有動保法 有那麼多動物動保團體 是 但是我們還是有這種觀念 這種觀念是 大不了賠錢 對 那所以動保法裡面 其實對虐待動物一直是有行責 但是很少拿來處罰 對 而且很多案子可能就和解掉 所以這個人是 大概是近年來第一個起訴 而且這個他的手法實在太殘忍了 對 你看有很多虐貓的 都被網路搜索有沒有 抓出來 對 就虐待動物其實在 他其實是一個人 他變成 將來可能會殺害或傷害別人 人喔 剛開始的第一步 對 你看那種 就是從小開始會去殺小動物的那種 長大都是連續殺人犯 這樣 我可能也是潛在的 對 你有殺過小動物 因為我以前 以前會跟我弟弟去抓那個白蚁有沒有 把他翅膀拔掉 哎呦 那我是不是有潛在的 白蚁還好啦 就是那種一般這種 普魯類的小動物 真的喔 比如說老鼠啊 兔子啊 那當然不管 我看到我就跑了 不要說去講他了 這其實是一個變態的心理 他可能需要趕快被矯正 不然可能就是 將來會變態 對啊 所以你看他這個不是只有用毀損 他還用違反動物保護 所以你看他為什麼用毀損罪 因為他叫動產 動產 對 我把你的玻璃打破是一樣的意思 對那個是 那個是動產 但這一條其實還比較重 它是大概兩年 那動保法 目前的罰則其實也不重 也才一年 對 所以這個檢察官起訴他 就是希望說 不要讓他再醫科法性 因為這個人 他之前才剛剛切到這三個月確定 對 而且他要入監 沒有沒有三個月 三個月確定 他其實是可以一顆罰金 是 所以一顆罰金的話 他又在外面趴趴走 對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 他其實是一個累犯 對 五年之內 其實可以加重 是 第二個 他這個行為其實在 法院的話 其實某個程度也應該加重 而且其實是有人 就會那個 檢方這邊可能也有懷疑就是說 他是不是故意要用這樣子的 虐貓的行為 然後呢 來造成一個呢 他好像有精神異常的一個假象 然後呢 來規避 他可不可以不要呢 進去服刑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機會呢 我想這種心態應該是有的 有 那所以呢 這個部分呢 大家不要想太多了 法律上 如果你要規避行責 你要到精神浩弱的程度 是啊 精神浩弱 必須要醫生來能夠證明 那精神浩弱不是說你去吃吃 憂鬱症的藥就算了 所以很多人都是要用這種方式去證明自己精神 我們不是像美國的法院 我們美國法院 可能就是精神有問題 就直接送醫院了 就不用坐牢了 所以我們這邊的到那個程度不太一樣 也不容易 所以如果要用這種方式的話 其實 除非你長期在看醫生 否則很難說開庭前後 這樣就可以騙到法官 是 實在是沒有必要 你神神吧 這樣子好不好 好啦 我們開放COIN 咱們耳機要戴上 線上有一位陳先生已經COIN進來了 來陳先生請講 喂 瘦耀耀 你好 我有一個問題請教一下 你講 我蠻喜歡小狗動物 可是我們家自己本身免養 鄰居養了六七條狗以上 可是他對那個排泄物都不太怎麼清理 跟那個夜晚的時候那個狗廢身 那講說這個到底要怎麼去處理還蠻困擾我這樣 是 OK 好 感謝陳先生 那其他的COIN呢 我們就待會再接 我們先回答這個好了 你這個寵物呢 其實 我們家 我們社區是這樣 我們就明文規定 你今天帶狗下來遛狗的時候 你一定要準備那個水啊什麼的 那你對於大小便一定要 大便你要清潮 然後水 一定要清理掉 我們才會 准許你這樣子 但是呢 至於那個晚上那個 不要貓在貓發禽 在叫 或者是狗在亂廢 這個就不曉得應該怎麼辦 其實這也是很多集合式住宅大家的困擾 是 因為說真的 如果是排泄物的部分很清楚 它就是廢棄物清理法 你只要提出檢舉 環保距離來稽查 或者是你們社區有一些相關的監視錄影器 嗯 只要它沒有撿起來 那就是違法 對很清楚 聲音 如果對 就那個狗屎 狗屎的部分 對 這個是確定沒有問題 對 聲音的部分就是要回到噪音管制法 嗯 也就是說它要在幾點以後幾分倍的那個部分 哦 要超過才能够處罰 那誰能够撤 也是環保局 那環保局 它三星班也來 欸 這就是問題 就是說 其實就是要社區大家互相協調 是 因為狗的叫聲是一隻狗叫 全社區就會叫了 它兩六七隻 對 如果它是大型狗的話 那個聲音其實真的是會很大聲 小型狗比叫的 比大型狗還大聲 欸 那尖啊 雞花花或者什麼那個那個博美哇 所以像我們在處理這種類似社區的話 當然就是請管委會大家先溝通協調 是 那如果真的不行就是請環保局來檢測噪音 那它又不是每天 就檢測的時候可能就放個儀器擺在那邊 是 那就測每天的什麼時間點 它的有沒有過 一般來說正常大概都不會超過 因為我們那個標準值還蠻寬的 是 所以其實像這種狗的狀況 其實我覺得啦 有的地方有的主人 他真的會照顧得很好 是 甚至他會去控制 對 那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喜歡養 但他不去控制 對 就會造成這種問題 像我們就那種愛心媽媽 他的房子裡面是十幾條狗 哇 乾乾淨淨 一點味道都沒有 他裝了十幾台的那種 專門的那種空氣清淨 他就很好 對 所以整個鄰居 而且他最後因為太吵 他還裝氣密窗 還裝那個隔音棉 真的 你要不要照顧好嗎 如果你這麼愛狗 你可能還是要顧一下鄰居 對 後來有一些鄰居來抗議 然後大家一上去看 嗯 沒有 環保局 環保局說 他處理的這麼好 第一次看到 後來鄰居官 我會大家就認為說 其實可以讓他一樣 是不然就像收藥家裡面有一間鄰居 對 鳥仔驚 貓就是吃 十隻貓的鳥仔驚 好不好 那今天進廣告 不好意思線上的先掛斷來 待會再來接聽你們的法律問題 進廣告 好歡迎到九八新聞台 我是劉俊耀 碩耀 黃山山黃大律師在現場 珊珊你好 好 繼續接call in 0283693398 剛剛幾位朋友呢 不好意思 新款快就把你們切斷了 那 節省你們電話費了 那現在你們有什麼問題呢 歡迎call in進來 沒有的話我們繼續講我們的 那個寵物的這個問題 其實就是回歸到剛剛講的 你有都有相關規定嘛 對 這個這個 廢棄無情侶法 噪音 噪音 可是這些法律 有些時候都很難 去 三更半夜叫 那叫完就叫完了啊 那你哪怕用錄音錄下來 也做不得準 因為噪音都是瞬間噪音 哪怕你錄音也做不得準對不對 因為你沒辦法 一定要客觀的檢測儀器 是啊 你不能說 唉我把他錄下來了 那你們聽 我跟你講 我太太打誤會把他錄下來 我錄下來給他聽 他說唉呦有那麼大聲嗎 你是不是把音量開大了 哈哈哈哈 就是沒有客觀的標準 對 換他錄我的 那你這個可以錄來錄去耶 可是問題是請 你這怎麼請環保局的人 來第一時間 能夠用他的檢測 客觀的科學儀器 把他錄下來呢 這困難的 最好的方法 還是就是敦其木凝法 就是大家互相協調 公寓啊 樓上樓下大家協調 另外就是 他真的要做一些改善 的措施 其實是可以改善 但是如果都不改善的話 那你就 三三其實之前也跟我們講過 那個社區啊 廣委會 他有權 通過大家投票或什麼 把你趕走 趕二零條款 對不對 趕二零條款 那是有一個當機嘛 他在社區裡面一直在 就製造噪音幹嘛 社區超過九成 我好像是記得是九成三 投票 三分之二十分之三就可以了 對 百分之九成三的人投票 同意讓他請他簽你 法院就判決就下來囉 這就是 二法一法 最強的法 對 就大家一起把你趕走 你應該不會希望這樣 大家和平共存 不是很好嗎 你的六七條狗可以幫大家看家嘛 是啊 對不對 有壞蛋來 我們就叫給你聽 好不好 來 另外呢 酒駕這個部分 三三之前就講了 幹嘛馬英九還要想說要弄什麼 弄什麼弄什麼 不用啊 你直接在判刑的時候 量刑的時候呢 你加重的話 是啊 就能夠馬上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來這個案子跟我們講一下 是什麼情況 這個也是一個二十歲的酒駕男子 然後撞到一個工程師 然後因為沒有和解 法院判的六年半比夜少也還重 真的 所以這個案子是一個非常指標性的作用 而且最重要是說 大家是說 他是說 對方因為不接受 我們沒有錢啊 所以我只賠 先賠五十萬 然後再慢慢賠 那法院會判這麼重 其實就是因為你沒有和解 沒有和解沒有關係 那你賠過沒有 你五十萬給了 看起來也是沒有 因為對方不接受 就連五十萬也沒有賠 是 所以很多和解的案子 有時候真的沒有辦法達成和解 但是你既然是造勢者 你有造責 對方有死亡或傷害的結果 其實該付的錢 人家也要看醫生嘛 人家也要辦後事嘛 對 該付的錢先付 都可以讓法院認為說 你有這樣誠意 對 就算最後 我付了給你錢 最後法院判 我付給你五十 最後法院判三百 那我還簽你兩百五 是 你連這五十都沒給 因為沒和解 這個看起來就是完全不願意 面對跟處理 加上這個部分 對方的請求 因為這個工程師好像非常非常的負責 對 而且也在養家 是他們被害人的家屬是求償八百多萬 是 可是呢 他變成跟他的落差呢 這很難達成和解的 他們的交集非常的小 你該不該先把一些安家費用寫給人家 是 所以他這樣一判判了六年半 六年半 非常重 非常重耶 至少要四年多才出得來 以前你看喔 這種酒駕 一年兩年 對不對 就這樣 而且甚至就有一些 你對於這個包括執行業務的人 一些執行業務都還可以獲得緩刑還是什麼的 所以呢 判六年半 我覺得呢 根本 像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 量刑一出來 我跟你講 很多酒駕你再去試試看吧 對啊 對不對 所以說呢 還要去幹嘛 壓24小時 不用 你就判這樣子的時候 如果當他稱為很多的情況 酒駕你只要酒駕 然後呢 你跟家屬呢 沒有大聲和解 家屬也對你 不能原諒 我跟你講他可能就會一直以後都是這樣判 這麼重 好不好 好了 今天非常肯定神 我們一場 謝謝 謝謝